刚才你们提到我去这个中国有嘻哈 以大魔王的身份 跟这个中国最强的rapper们同台PK 我一样没有焦虑啊 对不对 我苏醒混迹花语乐团十年多 靠的就是好心态 后脸皮 而且不要看在节目里 rapper们在台上 各种this这个this那个 其实私下里沟通的还是比较好的 就像娃娃提前给我发私信说 诶 醒哥 你是大魔王吗 你选我PK吧 我就很开心啊 娃娃很尊重我啊 后来他接着说 醒哥 我想晋级 我唱完在台上 潘伟博啊 啊 醒哥 厉害啊 这个歌啊 醒哥 潘伟博 三十七我三十三 他出道比我早 他叫我醒哥 我得是有多老 而且人家潘伟博的外号起得好 不管他年纪多大 别人都叫他什么 潘帅 潘帅啊 对不对 叫我醒哥的是给面子是客气的 很多人不给面子不客气 直接叫苏醒 还有一些演艺圈的后背 更加直接把苏醒调过来 醒苏啊 谁是你叔啊 就醒 07年呢 我是以快男的身份 入行出道 然后呢 当年跟我同期出道的一些选手们 都后来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像之前来过的余浩鸣 拍戏 对不对 像楚生唱歌 像王月鑫 生娃拍戏 像我唱歌上综艺 但是我们都不太会焦虑 因为我们是快乐男生 跟他们不同的是 我是真正的快乐 前些日子 我跟我的好朋友 何杰 何大宝 一起出了一首 我新专辑的主打的单曲 叫Stand Up Again 好听啊 非常洋气的名字 国际化的制作 宣传的这个方向都想好了 我就是西安的阿姆 他就是贵阳的雷哈娜 结果 作品一出 众网友纷纷流言 可喜可贺 凤凰传奇后继有人 我的中年危机 其实是发生在09年 我在拍一个电影的时候 我发生了车祸 演着演着戏一不小心 我就把车给开到 二三十米的悬崖外边去了 当时医生就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了 我们家人都崩溃了 我不信哪 我就问医生 我说大夫 开什么玩笑啊 我是主角 跨界就是业余的意思 导演 找到我以后说 潘老师 我们这跨界阁王 您一定得来 我说 我凭什么一定得来啊 您就别客气了 我们都把您调查清楚了 您的资料我们很全啊 您都已经半年没活干了 您还倔强什么呀 倔强什么 这一看就特有诚意是吧 行 那我就来吧 但是有一小条件 我没活干这事 咱就别往外传了 跨界阁王播出以后呢 这白夜追凶的导演就发现我 他通过这个节目看到我一些表现 他特别觉得我合适这个白夜追凶里 这个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兄弟俩 为什么呢 他觉得我人格分裂 不是我凭什么人格分裂 我就想知道 潘月明啊 那导演觉得咱俩人格分裂 你听他瞎说八道 神经病吧 他才人格分裂呢 你理他干嘛 哎 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是潘月明啊 因为我也是潘月明啊 拍这个戏的时候啊 我发现好多观众给我的反馈 就是我越来越胖 丑死我了 我今天终于有机会 我解释一下了 我在戏里有一替身 就是拍这个兄弟俩同框的时候呢 总有一个是替身 很容易分辨 那个肚子大的就是他 那不是我 他生活里太爱吃零食了 我给他急着 我每回我就劝他 我说哥 我给您跪一些行吗 您少吃点啊 你说 这肚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吧 它是咱俩人的 正所谓 胖在你身 扎在我心 有时候我还得给这肚子讲戏 哎 哥们 来 收回去 收回去15公分 帮紧点 你现在代表的是人民警察 要体现出那种 睿智精干的形象 来 兄弟 来 裤腰带解开吧 松十公分出来 放松放松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通缉犯 你别看我 就是在台上还挺放松的 对吧 但其实裤子是湿的 谁知道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现在我这个人 我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现在基本上 对吧 我就走 对吧 你们顺眼能找到我 对吧 但是我顺眼走回去呢 就抓不到我 是吧 关队 这侦探知识我都懂 真的对吧 真的你说那种 侦探抓人的时候 通过脚印 判断这个人的体重 对不对 我还让你判断 我就这么走 对不对 还判断体重 对吧 我就这么走 他想抓我 真是 抓不着吧 对吧 昨天那个坐飞机回上海 然后天气不好 降落不了 你知道吗 机长广播 尊敬的各位乘客 由于红桥机场的天气原因 我们需要在上海上空 盘旋一个小时 感谢您的谅解 这也没办法 尝试 但是就 突然真的 我身边不止一个人 好几个大哥就摁那个服务里 然后把一个三四个空秤 说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不夸张 就前面那大哥指着那个窗户 我看这明明就可以交货啊 你这都不敢交货 当什么飞行员 你看人家蹲克尔克那飞行员 没游都能路 大哥 大哥说着说着激动 站起来 你说大伙说对不对 还瞎动我们 说降落 然后天气不好嘛 就那个颠簸了 大哥 还有没有安全带 能不能再把安全视频 给我播一遍 你都不知道咋想的 神经病 你质疑人家飞行员 人家飞行员 有维达 有塔台 有各种设备 你一个乘客 你有啥 小桌板 折光板 枕头 毛毯 你还可以调节 坐椅靠背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上 几乎每个人都有焦虑 是吧 其实焦虑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你不够好 是周围的人啊 他都比你好 就给了你一种 无形的压力 打个比方 人家身边的女生 都是车模 都是美女 你身边都是老姑 还有大姨 你说你焦不焦虑 再比如 人家都是什么 纽约求婚 巴黎结婚 你厨房结婚 厕所离婚 你焦不焦虑 再比如说 人家戴的都是什么 僵尸单顿 百达斐力 你戴什么 你戴小天才电话手表 其实我们每个人 小的时候 都特别的焦虑 比如小学生吧 你不光有自己的焦虑 还有你父母的焦虑 是吧 他们把那种 王子成龙的焦虑 全都压到你身上 家长闲得没事 有孩子抱班 什么兴趣班 文化班 艺术班 我的天哪 美其名越说什么 不要让孩子 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我就特别纳闷 就是你跑那么快 你要跑哪去 你就这么着急 让孩子到达人生的终点吗 网上对程序员 好像有很多奇怪的印象 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讨论 什么很奇怪的东西 什么写C++的 瞧不起写渣瓦的 用机械键盘的 瞧不起用薄膜键盘的 我说其实我们内部 有很严格的这个等级划分 就从下往上 讨论键盘的 讨论语言的 讨论技术的 有女朋友的 还有每次体检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 让人特别焦虑的项目 比如说测身高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每年都要测一次身高 每年都要告诉我一次 我有多矮 对不对 最让我生气的是 查身高的地方 一点都没有隐私 就在一个大厅里面 哇那里有一台机器 你知道吗 每次你站到上面 好多人就围着你看 我每次站到机器上面 那个机器就 简直递到尘埃里 我每次就在想 这个机器什么时候可以停 等它停下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可以清晰地 看到上面的数字 大家就会想 哇知道它矮 不知道它这么矮 真的我觉得最过分的是 有些机器啊 它会把那个数字 爆出来你知道吗 哇 身高140公分 建议少测身高 但是我觉得那些 个子高的人 他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个子高的人 他站在那个机器上面 就好像在等待一次 皇冠的加冕 哇 看着底下的矮子 平身平身啊 矮子们都站起来吧 站着呢 坐下坐下坐下 不要客气 我觉得现在当代人 最大一个焦虑点是什么呢 就是露怒 就是露怒 很多特别演员不太理解 因为他们连车都没有 我也露怒 对 就是露怒 我觉得露怒是一个 很大的焦虑点 后来我再分析 为什么人会露怒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 交流的方式实在太少了 你什么都做不了 对不对 你交流你只能按喇叭 但是喇叭传递的信息 特别有限 对吧 你最多就是 滴滴走呀 滴滴滴干嘛呢 滴滴滴滴等什么呢 对吧 你最多就是这些 你还能指望什么 你还能指望司机师傅 拿喇叭给你搞一个 摩尔斯码吗 你上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那个 后面那车 摁咱喇叭的 嘘 我正听他说什么的 滴滴滴滴滴白 滴滴滴滴滴滴吃 这小样骂咱们白痴呢 你最多就这样 你还能指望什么 如果将来我发明汽车 我一定在这个车的前后左右 各装一个LED屏 你可以把你说的话 或者骂的话 及时地送到这个LED屏上 哇 到时候你看上车 开上高架 那就有一种看弹幕的感觉 对吧 哎 哎 那车会开吗 变道连灯都不打 哎 我对面的 对面的车 你能把大灯关了吗 亮瞎了好吗 哎 前方功能啊 前方功能 三车连环相撞 后面的车注意避让 后面一群车 保持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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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concerning structures 4 動 из